精锐士兵为何频频诡异死亡 残忍的战争背后 是用人体制造出的军事武器 嗨 大家好 我是老娜 本期练演 幽冥 男主杰克是一名出色的武器科学家 近日 他受到了美国国防部的邀请 在近期的一段战争中 他们有大批士兵 在进驻一个被战争入侵的城市时 突然发生了诡异死亡 肉眼里他们没有遭受任何攻击 但不知为何 士兵的内脏就是会被瞬间冰冻 而身体表面却被烤焦 而透过杰克所发明的光谱护目镜 他们偶然发现 士兵会出现这种离奇死亡 是因为他们触碰到了一种神秘的白色物质 与男主同样参与研究此事的中情局 弗兰女士认为 这是敌军研制的一种隐形衣 但很明显 人类不太可能制造出这样诡异的死法 为了深入了解事情的真伪 杰克和弗兰在一对精挑细选的 三角洲部队士兵的护送下 来到了宛如死城的案发城市 士兵们高度警惕地进入了那里的屋子 让他们意外的是 里面不仅有很多他们的战友 也还有许多敌军 他们统统都死得诡异 好在他们在一个浴缸里 发现了一位幸存者 幸存者表示 他们遇到了鬼魂的攻击 与此同时 佩戴了护目镜的士兵发现 屋子里出现了白色物质 他立马朝起射击 可子弹对他没有任何威胁 反而他开始迅速攻击屋内的士兵 远程控制的杰克 知道了枪炮对他无用 于是立马下令士兵撤离 但白色物质的速度太快了 很多士兵在跑出来的过程中 被他杀死 而杰克也从光谱摄像机的抓拍中 清晰发现 白色物质 其实就是一个人形 大家开始撤退 可半道不慎碾过地雷 他们只得弃装甲车 而躲入一处废弃的工厂 看着有些垂头丧气的士兵 杰克说 那些白色物质 绝对不是简单的隐身衣 因为他们有太多 超脱场里的行为了 他只能暂时将其认为幽冥 与此同时 杰克也从摄像机里 发现了无数游民 正朝他们而来 奇怪的是 他们纷纷在一圈铁蟹前挺住了 像是不再能上前 士兵立即对工厂进行了搜寻 很快他们发现了一对姐弟 铁蟹就是他们的父亲撒的 只是他虽然护住了自己的儿女 却没能护住自己 女孩告诉杰克 这些幽冥 其实就是惨死在这座城市的士兵 随后杰克从女孩父亲的尸体上 发现了一张地图 和一块小瓷片 女孩悠悠地说 幽冥就是从父亲工作的地方跑出来的 那里生产陶瓷 形势危急 杰克马上命令士兵 用工厂里紧身的铁线 制造铁线手榴弹 他自己也将光谱摄像机 盖成了光谱手电筒 以便大家能看到幽冥 与此同时 幽冥也开始跃上旁边的楼层 意图从电线杆里跑进铁线圈 工厂已经不安全了 大家只得撤离 可即便有了铁线手榴弹的牵制 但由于幽冥数量太多 还是越来越多的士兵遭受到了攻击 好在这时援军到了 但在幽冥的攻击下 他们的坦克还是轻而易举的被摧毁 千军一发知性 杰克带着两个孩子匆匆坐上了直升机 由于基地被毁 直升机只好降落到另一个地方 冷静下来的杰克 开始回想之前的每个细节 浴缸里的幸存士兵 能穿透墙体 却无法穿透坦克的幽冥 难道那些幽冥是无法穿透陶瓷吗 联想到女孩父亲尸体上的陶瓷 以及那个工作地的核电站 杰克大胆设想 这些幽冥或许就是利用大量电力 制造出来的凝聚态 而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 就是切断幽冥的供电源 见识了幽冥杀伤里的士兵一股作气 开始在杰克的指导下 重新制造武器 这次 有了特制武器的他们 可以与幽冥们战斗了 在士兵的掩护下 杰克和弗兰成功进入到了幽冥的制造地 这里还在源源不断地制造着幽冥 但工作人员 却都早已死在了幽冥的攻击下 随后杰克成功切断了电源 幽冥瞬间开始消散 影片的最后 杰克和弗兰发现了幽冥的源头 那是无数只剩大脑和神经的士兵 在营养液的作用下 他们成了比鬼魅还更可怕的生物 不然他们再继续这样求生不得求死无门地活着 杰克忍痛 关掉了营养液的攻击 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科幻片 无论是设定还是特效 都能给观者带来惊喜 此外影片也很好地反映出 战争对人类世界的摧毁 这是每个人的灭点志在 电影结束 本期就到这里了 我是老娜 关注我吧 每天讲故事给你听哦